影片中穿冒踢的年轻男跪在地上 一脸委屈 旁边好几个人看着他 但冒踢男也不愿起身 画面在网路上疯传 究竟是什么情况 网友破文写着 老板夫妻养了一批粗工 平时压榨员工还会体罚及殴打 老板还说他年轻时杀人分尸过 借此恐吓及控制粗工 标题写台湾KK园区 遭质疑难道有公司霸凌员工吗 来到台中太平这家人力公司 找到影片中下跪的员工 他说根本是乌龙一场 男员工说在派遣公司上班一年多 当前上工玩手机遭业者责骂 他回公司后自行向老板下跪道歉 老板也出面澄清 强调是离职员工拍影片蓄意颇网 强调是不实指控 另外派遣公司老板也对PO影片者提告 包括妨害名誉和加重诽谤罪 希望网友别再转传还给他一个清白 记者韩志欣 王柏英 台中自访报道 我是徐国豪 在中视新闻首次坐上主播台 体会到播报新闻所需要的稳健台风 以及掌握突发即时新闻的随机应变 为观众播报最即时的新闻 就是展现专业的时刻 更多新闻请锁定中视新闻YouTube频道 记得按赞订阅分享并开启小铃铛哦 请不吝点赞订阅分享并开启小铃铛